学生坐在人力车上有老师拉着推车 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了彼此最后的合照 在宝发中心打工的刘姓男子 指控主管职场霸凌逼他离职 32岁刘姓公读生在宝发中心任职5年 负责引印文件和立行性的工作 月薪2万多块 从小自立更生半工半读 今年分类读书考上北科大硕士班一般生 但9月开学后周三必须请假上课 向主管沟通希望能取得同意 没想到被要求只能在工作和求学二选一 提出减薪和扣薪全被拒绝 工作不给他 你又知道他要那个薪水 然后你又一定要他支援女子 那你让他就是死路一条 尤其那是一个政府单位 怎么带头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你觉得这能不能用 你就依法支援就解决了 那你为什么连这个支援费 都不愿意解人家 七年前在北科大指导的学生 在宝发中心打工 没想到考上硕士班 努力求学 被主管没收钥匙 踢出工作群组 找外界求助还被约谈 这个制度害死了他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反霸凌 怎么可以反霸凌的这个单位的主管 就是霸凌的创死人呢 我觉得我们制度出了问题 他的言语上面确实不是很恰当 就当事主管也 我们也立即把他调离 现有的职务然后避免 就是说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保发中心是金管会底下的 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负责协助办理保险人才的 教育训练和资格考 当事人生前指控 遭受职场霸凌 逼他走上绝路 老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师生们两周前才一起旅行 如今却是替他送行 TVBS新闻 银人生一节 参观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